慕明志見到玉羅撒回來,就不見到時雅哥,就問玉羅撒他去了哪裡呢? 玉羅撒就說,他派了他去嶺南保護陳莊主,因為他在斷魂坡那裡揭穿了上陵道長的訪言,怕上陵道長會派人追去嶺南,殺陳莊主在監獄口 慕明志聽說上陵會追殺陳莊主有點不信,說陳莊主是他的侄,他怎麼會這樣做呢? 兄弟,我們還是小心點好,上陵策道既然殘殺了遊俠劉老前輩一家人,還把這個禍轉嫁給巴山二囂,這種壞人什麼壞事做不出呢? 慕明志聽說真是心驚膽戰,想不到江湖上的鬥爭竟然這麼殘忍和複雜 如果真是這麼說,上陵這個人真是太可怕了 隔了一陣就說,姐姐,既然這樣,我們不如去嶺南更好,何必麻煩時雅哥去呢? 兄弟,你不能夠去呢?我為什麼不能夠去呢?你呀,斷魂波那一戰,你已經是名鎮武林的小魔頭了,成為佳之韓民的人物 莫說你去嶺南的佛山,只要你在嶺南露面,陳莊主就會知道的了,你又怎麼找得到他呢? 說不定,反而更加促使上陵,早點殺陳莊主一家滅口 倒不如時不如去好,一來江湖上的事,他比你知道得多些,二來武林中式的人也不多 何況,他和上陵有天大的血海深守,他這次去,不單是為了你,都是為了他自己的 姐姐,那你不擔心時雅哥報仇深切,會殺了陳莊主一家嗎?不會,這一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殺了陳莊主,反而幫了上陵的大忙嗎?只有將陳莊主留一條命下來,揭穿上陵的仿然 就能夠令上陵無法在武林中立足了,令他的身敗明裂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兄弟,我們快點去巫山找個怪醫吧 於是他們兩個取路就落了山峰,直奔巫山而去 那巫山十二峰呢,真是風風的險峻,遠遠望過去的白雲遼妖 當我們差不多到了怪醫隱居的山峰的時候,武明節突然間聽到有人在心臨 那邊很痛苦的叫呼聲,他一突然就說,姐姐,又有人出事了,在叫救命 你聽到嗎?是呀,就在那邊樹林裡,我們快點去看看,說不定他又撞到什麼 那些兇猛的野獸,或者那些惡人殘殺 奇怪了,巫山裡面竟然有人叫救命 這裡沒什麼人煙到的,姐姐,我們快點去吧,如果不是來不及了 說完,武明節就不理玉羅莎,自己滾向叫向的地方飆了過去 果然,在一處山崖下的樹林裡,有個青衣男人在點地大叫 那些叫聲,近乎慘叫 武明節衝到他身邊,很警惕四圍看一看 他說,沒有呀,既沒有野獸又沒有人,但是看著這個人好像很痛苦地點床點脊 這三褲有幾個地方,被一些驚激又滑到爛了 他馬上扶過去問,大叔,大叔,你做什麼,你做什麼事 這個男人就年近四十,現在聽到有人叫他了,停下來 六大一對充滿血絲的眼睛,看著武明節,略好像很驚奇 他忍著痛苦,帶著沙啞的聲音說 小…小…小哥,我…我…我中了奇毒,求…求你…求…你求乖…乖…來醫…來醫…來醫…我的 這陣玉羅殺得廣道,問武明節,兄弟,他出了什麼事 姐姐,他說他中了奇毒,你求乖…這個老人家幫忙醫… 玉羅殺就不說那麼多,仔細看著這個男人一眼 看出他兩邊的太陽雲睛突起,竟然是位內功深刻的武林高手 不像在一般衣裏斬柴的人或獵人,他很警惕我問 你中了誰的奇毒,你怎麼會來這裡求乖…依依你呢? 那個男人掙扎坐起來,這陣子他整頭大汗 他都強運耐力壓著,一邊斷斷續續的說 我…我…我中了四川圖門的毒,只有怪醫…他…他才能夠…依…依我的…我…我…我求你…快…快點帶我… 快點帶我去…去見怪醫…我…我…我只有三…三日…命…三日命…快…快點… 沒名字見他這麼痛苦著緊說 姐姐,我們快帶他去寡衣吧 他只有三天命而已 見到玉羅撒母出聲 那雙眼還是很警惕望著的男人問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寡衣呢 要在這裡 那個男人就說 我一來不知道寡衣住在哪裡 只知道他在毛山 二來我正說毒性化妝 一時控制不了 所以,唉,所以 沒名字就不明白玉羅撒 為什麼就是要盤問人家 他覺得人家既然中了毒 就快帶他去見醫生 於是就說 姐姐,我們還是帶他去吧 不要問那麼多了 兄弟,你不要急著 他不死得的 他有三天命 喂,四川屠門 是合意中的人物 好吧,你怎麼可以跟他們結冤呢 姑娘,一言難盡 我,我還… 就在這陣子 沒名字聽到身後 噴的聲音 一陣子風起 他轉頭一看 噢… 不是大哥 來了一個人 正是怪醫 他很開心地說 老人家,我們又見面了 你來得真是好 這位大叔他中了四川屠門的毒 你幫他看看吧 那個地下的男人一吹 現在來的這個老人就是怪醫 他眼睛馬上射出一道光亮 同時好像很懷疑 你又問,你…你…你就是怪醫 沒錯,老夫只是怪醫 你中了甚麼奇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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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它們就在騎士上 現在那個男人,沒有痛苦的神情 到達另一種臉色 他就说,打他?我还要杀出他才是戒痕。 这阵欲罗杀也清一声,左马剑拔出来,一边向着青衣男人刺出去,一边向着武明智就说,兄弟,你快点看医生,他的老人家怎么样? 武明智马上向着乖衣冲过去,只见到乖衣又是坐在地上,盘起他腿,调气混色,他猛问,老人家,你怎么样?你睡得重不重? 他挂衣摇摇头说,没事,我一时大意,被那臭小子暗算了,你快点去帮你玉姐姐,这个人是武林中的一流上乘高手,恐怕你姐姐不是她对手,快点去吧,我没事。 武明智转转头一看,哇,果然见到这个青衣男人,那对玉红色的粉掌,拍到芙芙声风响,逼得玉罗杀处于下风,武明智虽然心底善良,现在见到人家吓他家姐姐,竟然都火滚了,一来这个男人就没有人性,人家好心和他看病,他竟然出手伤人,二来竟然吓他女流之背, 所以他飞心跳距就说,姐姐,你要看着乖这个老人家,等我来对付他,玉罗杀的听他开心,因为他正想这个兄弟出手对付他,他马上说,好啊,兄弟,你看着他,不要让他走掉了。 武明智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他有点围难,虽然他身怀绝技,但他对自己没什么信心,连怪也都说这个男人是武林中的一等上胜高手,现在又见到玉罩姐姐都胜不到,自己有没有本事打得赢他呢? 因为以前武明智图人家交手,都是情急之下出手的,一旦正正式式图人家打,他反而有点窄了,再说那个男人,见到玉罗杀的剑术不过如此而已,现在又换了个小孩来,十六七岁,就算他的武功比玉罩杀高都高不了多少,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面,他望着武明智就问,你?你配跟我交手吗? 不是,我不是要跟你打,我只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伤害怪也的老人家呢?他跟你有什么仇? 他当然跟我有仇了,如果不是,我就不会来了,你以为我吃饱饭没事做吗? 他跟你有什么仇?不认他害了你父母吗? 比杀害我父母的仇重大 没明智就不明白了,世界上有什么比父母之仇重大的呢? 他就问,那他害了你什么人? 你真的想知道? 是啊,你说清楚,我就可以放你走 哈哈哈哈,你放我走? 如果我不想走呢? 啊?本来我今次来呢,只是想杀怪也一个人报仇就算了 现在,我想连你都杀了 我又没跟你接受,你杀我干什么? 谁叫你多管闲事啊? 住手 那个人说完一声,一掌就拍过你 没明智,没明智肯定是不害怕的 他最想人家动手,他就好避 人家不动手,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人了 没明智马上闪开就问 喂,你这个人敢不讲道理啊? 我好心走来看你,你连我都杀了 哼哼,我只会杀人,不知道什么就是道理不道理 大爷杀人就是道理,臭小子,你认命啊你 说完又阔才会拍过你 他觉得掌风猛烈得,直接可以碎裂金石 而且掌风当中,隐隐约约带着一种难闻的声气 玉罗杀在那边担心就说了 小兄弟,你小心啊,他对掌有毒啊,你千万不要大意啊 没明智一个灵猴白变的招式闪开掌风 他感到现在这个男人,直头像山里面的恶狼那样 对付恶狼就只有打就没道理可说 所以他闪得亮闪之后呢,要还手了 他一个灵猴动作,突然间一声飙近这个青衣男人 一转就拍过去 幸好这个男人都不愧是武林中的一流常胜高手 林迪经验丰富,反应都很迅速 他向下一闪,一下就飘出仗多远的地方 避开无名智的掌 他跟着很惊奇地问 啊,英俊,你这个什么掌法 分花佛楼掌 分花佛楼掌 武明智没有空回答他了 他身形一闪 好像一只脚一声又飞过去 双掌拍出,哇,快得像响雷一样 那个男人都看,哎呀,不是老 马上踏踏踏踏地上滚开了 这阵他感到武明智的武功高很多 比那个美女很多 怪这个玉罗沙叫他千万不要让自己走 这阵的男人刚刚站起来 武明智又赶到了 根本就不等一出手机会 一招拆没手法 一夜就扣住了这个男人手腕的命脉 跟着另一只手出指如风 以过去武夷派天光打月剑的招式 快出毛笔啊 一夜就封住了对方身上三处要约 其实武明智扣了这个命脉 这个男人已经全身疏远又不开动 但是武明智恐怕打狼不死反为狼害 所以马下上他打月剑的手法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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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ご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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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扎 那個掛耳看得很驚奇,覺得就算自己今天出手,恐怕都有十多招才可以制服這個人, 但武明是前後的看得很實,不過都是四招,就生琴這個壞人,真是英雄出自少年,看來當今武林中人,沒有多少個是對手了。 而那個男人更加感到莫名其妙,他自認為除了自己師父,恐怕武林中沒有任何人能認得他自己,想不到今天被一個小子活捉, 他現在愚蠢蠢搭在地上,很久才說,你,你,你這傻子,你難道會斜術嗎? 玉羅撒看到這個人,被人生琴回來,很開心,他心想,是啊,我這個懵懵懂懂的小兄弟,真是這麼聽我說不讓他走,現在聽這個男人一問就說, 他呀,你知不知道他是誰?他就是當今武林中有名的九幽小怪,他為什麼不懂邪術呢? 如果不是,他怎麼可能一舉擊敗當今武林幾大門派的掌門人呢? 你這次臭小子的手道,你認命啊你 那個青衣男人一聽,哇,那個臉抽筋的速度幾下說,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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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九幽,九幽小怪 是啊,這麼一個鼎鼎有名的小怪你都不懂啊?唉,你真是沒眼啊,你 沒有名字就說,玉姐姐,你不要再說了,你問他為什麼要害這個怪姨老人家呢? 啊,是吧,我差點忘記了,喂,你要說了,什麼人叫你來害怪姨的? 這陣怪姨老伯已經調平了呼吸了,很平靜就說,不用再問他了,老夫已經知道是什麼人叫他來了 你知道嗎?你既然早就知道,那為什麼你不提防他呢? 我是從他的武功上看出的 啊,他是什麼人啊? 看來,他就是舊底神風教的副教主,端木一尊,派他來暗算我的 欲羅勒大氣啊,啊,端木一尊?這個老波頭還沒死啊? 還沒死,是因為我當時一時守願沒有殺他,將他放走只有今天 但是他當年曾經答應過我,以後遠走海外隱居山林,不再危害武林,所以 欲羅勒搶著說 所以你老人家就放了他是不是?哼,你真是啊,這麼一個陰險的魔頭你也相信?你放了他,他殺了的人更少啊? 這陰險怪依都苦笑說,哼哼,鬼叫他曾經救過我死了的媽媽嗎? 一來呢,我就看在我媽的情分上,二來我就相信他的樂演就放了他 想不到二十幾年後,他竟然有重現江湖 欲羅勒你快說了 老人家,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來巫山見你? 你?喔,難道都是為了斷木一尊? 不是吧,我就不知道這個老魔頭還在世上,但是師父叫我來找你呢? 是要我來告訴你老人家一聲,神風教的餘孽,又靜靜地在江湖上出現了,要我叫你小心點,想不到斷木一尊這個老魔頭還沒死,我還以為是其他人 這麼說,你師父都知道斷木一尊還沒死了 是啊,如果不是,我怎麼會這麼吃驚啊? 喔,那真是謝謝你師父的關心 那你也不用這麼客氣,我們還要問清楚斷木一尊他現在在哪裡才是 欲羅勒跟著問那個男人 好說的啊,你,斷木一尊在哪裡? 哼,哎呀,你不說啊?好,我等你口硬啊 講完,他那把劍在那個男人的臉上咳嗽一聲,畫了一堆血痕 你怕不怕啊?你再不說啊,我在那邊的臉上跟你畫一道啊 沒名字嚇了一跳說,玉姐姐,你不要殺他,讓他慢慢說吧 那這個男人到底會不會怕了玉羅勒 講出他師父的斷木一尊在哪裡呢? 欲知後事如何,明天再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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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